太太 第四度出任APIC领袖代表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致死前先跟總統致議 也沒忘了跟最重要的泰作打招呼 但讓張楚芬笑得有點佳 那台灣也有充分的經驗 能夠貢獻給APIC的國家 可以達成以下兩項任務 第一 再一次宣示 台灣願意在全球防疫上 做出更多的貢獻 加強台灣跟各國的連結 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蔡總統再找張忠謀 擔任APIC領袖代表 其實張忠謀在第一次2006年 代表陳衰扁出任時 當時美國總統小布希 一看到他就說 我知道你是誰 顯見台積電在全球證明 APIC領袖峰會11月20號登場 由於武漢肺炎肆虐全球 因此主辦國馬來西亞 要以視訊舉行 有美國 中國 加拿大 日本 還有台灣等21個經濟體參加 台灣也精心準備視訊地點跟佈置 其中之一是在總統府 後面要有中華民國國旗 備案台北賓館也會擺滿國旗 希望全球都看到台灣主權 因為中國不斷打壓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台灣黑熊被小熊維尼毆打 巧妙呈現中國阻撓台灣參與 WHO的霸道 這是台灣駐慕尼黑辦事處 在臉書貼的插畫 引發國際迴響 APIC領袖峰會一個多禮拜後 就要登場 台灣要用經貿實力 告訴世界 台灣can help 三立新聞方不封周 您台北報導 對方 搭配